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五百三十二集 接受考验 楚寒争一正 竟然大喜过望 对对对 是有这么回事 我 我竟然忘记了 没错 当初两人在萨罗白塔上曾经有过约定 楚寒争有一次向尊者求助的机会 为了天地封印 他自己或者蓝叶云任选其一 当时楚寒争便毫不犹豫地把机会留给了蓝叶云 只不过后来连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他竟然把这件事情彻底抛在了脑后 那么如今 尊者倒不觉得意外 只是转头看了看蓝叶云 你知道吗 相同的话 我也曾经问过蓝叶云 告诉他 他有一次向我求助的机会 除了寻找黄旗之外 你们两个都会有一次生死结 若向我求助 我便可帮你们度过生死结 问他做何选择 当时他的选择是 你 楚寒争心中一震 我 他把向你求助的机会 留着帮我度过生死结 嗯 尊者唇角的笑容越发温暖了几分 就像你把向我求助的机会留给他一样 你们两个的选择没有让我失望 也在无形中为你们两人都留下了一线生计 这倒是 如果两人都足够自私 同时选择为了自己向尊者求助 生死结倒也可以成功度过 不过如此一来 岂非令人失望得很 或者其中一方虽然肯为了对方牺牲自己的一切 另一方却自私地只顾自己 则后果同样令人失望 而如今 他们的选择无疑是最令人满意的 楚寒争心中 慢慢升起了一股酸楚的柔情 唇角的笑容也温柔地令人心碎 我的生死结就是被端木俊黑化 尊者含笑点头 是 所以是我告诉蓝叶云 如何才能净化你的体质 换回你的本性 楚寒争了然地点头 而云的生死结 就是换回我的本性之后 他便性命不保 尊者依然点头 是 楚寒争的气息微微一致 眼中终于浮现出明显的惊喜 也就是说 只要我向你求助 云便会没事 尽管尊者还并没有回答 但是听到他们刚才的对话 沈最欢等人都已惊喜万分地抬起了头 哪里还顾得上悲痛流泪 十几道目光早已紧紧地锁定了 尊者那张空灵清透的脸 巴望着能够从他口中听到肯定的回答 苍莫更是急得抓耳挠腮 恨不得掐着他的脖子 让他立刻点头 好让他们把跳到喉咙口的心给按回去 万众瞩目之下 尊者倒依然气定神仙 而且终于不负众望地点了点头 话倒是可以这么说 只不过 虽然还不知道 后面是些什么样的内容 但是听到前半句 众人顿时惊喜万分 居然呼啦啦一下 上前将尊者围在了中间 一个个恨不得把眼珠子扔到他的脸上 真的 王爷真的有救了 身为尊者 尽管他一向都淡定优雅从容 此刻却被众人的吼声震得缩了缩脖子 不得不抬起双手 做了个稍安勿躁的手势 这才含笑点头 我既然许给了你一个向我求助的机会 当然不会让你太失望 只不过 听我把话说完 好 你说 楚汉征忙不迭地点头 拼命让自己镇定下来 同时 施以沈醉欢等人后退 也知道 这不是着急就能解决的事情 沈醉欢等人只得耐着性子 向后退了几步 双眼却始终不离尊者的脸 尊者倒并不介意他们方才的举动 只是目光一直落在楚汉征的脸上 首先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曾经许给你的这次向我求助的机会 虽然蓝叶云从今以后像你一样 再也不能幻化真身 召唤羽翼 寿命也跟普通人一样了 但是至少 他的性命可以保住 这一点我能做到 楚汉征立刻点头 这些我全都不在乎 请继续 尊者笑了笑 笑容中别有深意 其实很简单 我是龙神 所以不但可以救你的命 也可以救蓝叶云的命 但是你别忘了 就算身为龙神 我也不能随意操纵 或者改变任何人的生死 否则便是违背了天道 楚汉征点头 我明白 如果任意改变一个人的生死 令不该死的人允命 该死的则长命百岁 这世界岂不是就乱套了吗 正是如此 尊者点了点头 所以我可以救蓝叶云 但是前提是 你们必须接受接下来的考验 也算是对人世间的秩序 有个交代 已经预感到 这个考验必定极难通过 楚汉征的目光 不由微微闪了闪 对人世间的秩序 有个交代 是 尊者依然点头 有一点蓝叶云 一直没有告诉你 那就是你们 虽然彼此倾心 生死不弃 但你 却是他的生死结 楚汉征吃了一惊 我是他的生死结 就是说 他变成这个样子 都是我爱的 其实还用问吗 如果不是为了 换回他的本性 蓝叶云怎会性命垂危 尊者微微笑了笑 依旧波澜不惊 从某个角度来看 的确如此 虽然蓝叶云 并不知道原因 但从一开始 他就知道 你是他的生死结 却依然毫不犹豫地 倾心于你 这份深情 连我都自愧不如 楚汉征正正地转头 看着蓝叶云 苍白的脸 若不是竭力控制 眼泪又将决堤而下 于 略略停了片刻 给了他一些 接受的时间 尊者才接着说道 既然你是蓝叶云的 生死结 他因你而死 便是早已注定 不可改变的 不过你二人好歹 联手销出了 妖凤之祸 令妖凤之名 从此次涅槃大陆上 完全消失 也算是拯救 苍生无数 如此功德 也该获得一定的回报 所以我才故意 给了你们每人一次 向我求助的机会 此言一出 重结恍然 楚汉征更是连连点头 是 多谢尊者 只不过 功德是不敢说的 只要能够消除祸患 拯救苍生 我二人倒是死也无害 只要别把我一个人 留在这世上 生不如此就好 尊者笑了笑 你莫及 我马上就说到重点了 总之我就是想告诉你 原本蓝叶云 因为你这个生死结 必死无疑 你也要从此承受 永世之爱的痛苦 不过因为你们 消除了妖缝之祸 我可以救回蓝叶云一条命 但是话又说回来 随意改变一个人的生死 毕竟又为天道 所以你们必须 接受接下来这个考验 当然 如果你自认绝对通不过 方才的一切就当我没说 你们便给蓝叶云准备后事吧 最后的八字还未完全输出口 楚汉征已经毫不犹豫地点头 我只要云没事 所以 无论什么样的考验 我都经得起 请尊者千万救云一命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